新的衝鋒槍 UMP45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呢 將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我要聊聊這把槍的這個性能 那到底值不值得 你去在戰場上面使用這把槍 那第二個部分呢 會是實機上面去 展示給大家看這把槍 在操作上面的後座力啊 或者是使用上面的手感 好 首先呢 我們螢幕上面呢 目前展示了四把 你可以在Peacekeeper裡面 買到的初階衝鋒槍 那這些衝鋒槍呢 在遊戲早期的時候特別的好用 因為 不像是到兩三個月後 大家的裝備都已經非常好 都會帶五級六級甲 那以衝鋒槍的彈藥 穿能力不足的情況下 在對付這些裝甲非常好的玩家 效率就不會這麼高 但是一開始呢 因為大家的裝甲都比較不好 大部分人都是帶三級甲 最多最多可能四級甲 但是通常都是三級甲 甚至很多人沒有帶甲 或是帶帕卡的二級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衝鋒槍的威力 就已經是非常足夠了 那第二個原因是這些衝鋒槍呢 價格也相對較低 相對 或是說是相對 相對較低 所以在初期使用上面來講的話 也更適合 一開始大家沒有這麼多錢 去購買更高階的槍支 那我們今天是討論西方的這些槍支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例如說像二支的這個PP-19 那我們今天就先討論西方槍支的部分 那UMP-45呢 在這四把槍之中 最大的差別就是他使用的這個-45的彈藥 相較於其他三把 包含MP-9、MP-5還有MP-X 都是使用9厘米9乘19的這個彈藥 這是他最大的差別 那價格部分的話 MP-9是大概270塊美金 那MP-5是311 那UMP是370、11 然後MPX是390 所以他們價格上面其實差距沒有到很大 但是MP-9是特別便宜的 那我個人會認為如果你想要使用 西方的這個設計的這種衝鋒槍的話 我個人是最推 MP-5的 MP-5在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且他可以用8把的那個 什麼AE2607的那個 SCAV身上都會帶的刀 來去換 所以他取得上面也是蠻方便的 但是其他的衝鋒槍其實也是蠻好用 包含MP-9本身射速非常高 他到900RPM 那這也 體現了UMP的第一個問題 他第一個問題是 他的射速是600RPM 那以衝鋒槍來講 這個射速真的非常低喔 畢竟我們在螢幕上面看到的 MP-5是800 然後MP-X是850 MP-9是900RPM 所以他的射速真的比較低 因為他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他的定位 因為在早期遊戲中 每一把槍的售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家的資源非常的稀少 你需要花錢去買頭盔買裝甲 然後去升級highlight 升級安全屋去破人物也都很花錢 所以這個時候 尤其是在早期喔 錢這個東西特別的性價比特別的重要 那UMP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他的價格 他目前價格是371塊美金 也就是說換算成蘆布的話 大概是四萬五四萬七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那這個價格在遊戲早期來說 其實你可以買到很多其他更好用 更便宜CP值更高的武器喔 所以要在早期去使用UMP 除非你很會賺錢 不然他的性價比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高 尤其是當你在市場中可以買到 兩萬五三萬的AK74N 那或者是你在Trailer裡面 例如說MP9 MP9 274塊美金 他比UMP少了一百塊美金 少了一萬二一萬三 這也是蠻大的一筆錢喔 這筆錢可以拿去買彈藥啊 可以去買藥品啊 什麼的 那再來呢 有人會說 那UMP他有這個 點速口徑的彈藥 那這個彈藥 是不是特別的厲害 為什麼他這個價格這麼高 好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他的彈藥 UMP 使用的這個點速的彈藥 相較於90元的彈藥 他其實卻口徑比較大 在真實世界中 這個彈藥的傷害比較高 畢竟他的裝藥比較多 但是呢 在遊戲中我們都知道 彈藥最重要的兩個成分 第一個是他的這個 傳染能力 還有第二個是他的傷害 那點45的確 點45的傷害非常非常高喔 尤其是點45 呃 如果我們要講最頂階 最頂階的彈藥 點45最頂階的彈藥是點45AP 那他的傷害來到70 然後傳染能力是這個36 那相較於9x19的彈藥來說 9x19 有兩個大家比較常用的頂階彈藥 一個是7N31 一個是AP63 那7N31的傳染力來到39 那他傷害是52 AP63的傷害也是52 那他的傳染能力是30 比較少一點 所以 AP63 和7N31的數據喔 中間夾的 呃 以傳染力來講 就是 點45AP 點45AP的傳染力來到36 就介於7N31和AP63中間 也就是說他其他的傳染力並沒有比較高 7N31的傳染力更高 所以如果你想要哪一把傳染槍 你想要去用這把傳染槍來用 高級的彈藥去 呃 打頭的話 爆頭的話 那其實 點45AP並沒有 特別大的優勢 畢竟他的傳染力 並不是最高的 那再加上他的射速比較低 還有他的後座力也比較高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後座力最高的就是 UMP45 MP19這種 這麼 呃 小的這個槍喔 那 他射速也有900RPM 所以他後座力也來到57 但是相較於UMP45來講 他後座力還是比較低的 那更不用說 呃後座力非常低的 MPX只有43 這些槍都是還沒有在 做任何的改動的情況下的 這個後座力 所以 整體來說 我個人認為啦 我 呃 12.9更新以來 我這四把槍我都有在用 那 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想要去 呃 找一把好用的衝鋒槍 來進行作戰 打 呃 玩家也好 打AI也好 UMP45 並不會是一個 特別好的選擇 他 有兩個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優勢 第一個優勢是他的彈藥傷害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打沒有裝甲 或者是 呃 沒有穿甲 或者是 AI的話 那他的 呃 子彈威力其實是非常夠的 相較於其他的彈藥 其他比較小口徑的彈藥 這是他的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 他有魚骨 就是說他的魚骨其實 呃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放上瞄具 你不需要 不太需要去改他 尤其是在 呃 地圖上面如果你找到 例如說描具 或者找到握把 可以直接裝上去 這個部分是還蠻實用的 但是如果講到這一點的話 MP9 MPX 都有魚骨 所以 他的這個優勢也 不是特別明顯 那我講他最後一個缺點 他最後一個缺點是 他的彈匣 這把槍呢 目前的彈匣是 25發的彈匣 也就是說 他的 呃 火力壓制能力其實 並沒有非常強 我待會的展示影片中 會 展示給大家看 25發的彈匣 其實真的沒有到非常夠 相較於 例如說MP5 或是MPX 他們的彈匣 最高容量可以拿到50發 也就是說 50發的彈匣 相對25發的彈匣來說 50發的壓制能力 真的是 差非常多 那個瞬間的 火力輸出 尤其是 如果你的強法沒有特別好 但你又想要 去用 呃 大量的彈匣去 呃 看可不可以賽到對方的頭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 呃 射擊手感 相對較好 然後 射擊速度比較高 然後彈匣可以 攜帶比較多的 武器 這時候 MPX就不會是你的選擇 你可以選MPX 你可以選 呃 MP5 他的這個 背彈都比較多 所以 整體來說 我個人認為 我不會覺得說 他是一把 爛槍 絕對不能用 我覺得還是一把 滿好玩的槍 但他絕對不會是 你早期使用一把 呃 早期拿來使用的 一把主流的 衝鋒槍 來用 畢竟他的售價 目前來說 的確是太高 呃 或者是 呃 射手步槍 啊 狙擊槍 來用 所以他目前 比較尷尬 我個人會覺得 他應該會在未來 價格會降低 例如說我們 呃 這個版本更新的 Factor 也是 有價格的提升 他剛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 五萬五千蘆布一把 在Skier的 兩等 那現在還是在Skier兩等 但他的價格 已經提升到 驚人的六萬六千蘆布 但是價格會不會太高 我們之後會 出影片來討論 但是我個人還是 非常喜歡這把槍 所以他就算價格很高 我還是會使用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展示一下 UMP在 呃 實際作戰中 的 射擊手感大概是怎麼樣 我先講 他射擊的這個 速度真的是 非常非常慢 六百 RPM 絕對是遊戲中 屬於 屬於屬於慢的 一把 呃 射擊 先去自動 但是 我剛剛少講一個 他的優點 就是 呃 點速彈藥的這個 傷害真的非常高 他這個 Stuffing Power 真的比90 也高很多 尤其是在打AI的時候 特別特別明顯 是誰 是誰 然後 彈甲容量也 其實也不太夠 你想要 快速換彈 快速換彈 啊快速換彈也是滿慢的 對 對 就是 整體的傷害重感其實不會到很差啊 我個人覺得還ok 但是 你說真的你要跟其他的衝動槍來比較的話 真的沒有佔 多大的 多大的 優勢 我覺得這是在一個 呃 比較嚴重的問題 畢竟你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去找一個 呃 效益最好的槍去打 不像說 我們到遊戲末期的時候 大家可以 你知道想要玩什麼槍 玩什麼槍 反正大家都很有錢 但在剛開始 遊戲剛開始的時候也是衝動槍最多人使用的時候 畢竟那個時候大家的裝甲比較 沒有那麼好 所以不需要用到 例如說穿壓力很高的 M995啊 或是M61這種彈藥 所以 早期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用衝動槍就好 畢竟他便宜 然後 實際上的作戰效率其實 呃 還是滿高的 但在這樣的前提下面 如果你要使用UMP 這把槍的話 你就造成這個問題 就是說 他 他沒有想像中 這麼高的效益 那就 有一點 有一點 浪費啊 畢竟這把槍 正面把衝動槍 他在早期 如果可以發揮他的優勢的話 那 的確會是 一個新的選擇 但是 卡克福一直以來 當然他也在修正啊 這並不是一個 呃 已經 完全發售 就是已經完全 完成測試的一個遊戲 所以 的確可能他需要去 做修正 那這也是合理的 只是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這把槍 確實是有一點貴 確實是有一點貴 呃 我目前打的心得就是 這把槍 我會因為他是一把新槍 然後很酷 呃 拿來玩 但是 你說真的 如果 我早期我需要一把好用的槍 我想要趕快上去 你知道 呃 到後期的話 那當然會選擇 更有效率的 一些其他槍械 包含 例如說什麼 呃 C6啊 這些槍械可以使用 995這種非常高的傳神 非常有效率的這個槍 所以 這種槍其實蠻尷尬 它卡在一個蠻奇怪的地位 但是大家如果覺得 這個 點數有彈藥 非常合你的胃口 這種 呃 非常高傷害的這種彈藥 非常合你的胃口 那 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 我覺得體驗一下還是還是挺好的 那如果你只是想說我想要在早期的時候 選一把衝鋒 我要趕快 破人物我要趕快 這個 這個 殺一些 呃 玩家或者是 呃 來賺經驗的話 那 PB-19 啊 PB-19 MP5 一把什麼都 超讚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 呃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呃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 大家對這把槍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 跟我一起討論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